博物館和池山寺都有很多網上的修學課程 池山寺當然數之不準,博物館的我都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的活動在星期四、五、六日都很方便大家去瀏覽 星期四我們有佛資教法101,是一個卡片形式,方便大家下載 我們希望每一件我們的展品都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說明和一個代表的句子 讓你容易去認識我們的展品,亦都可以下載下來 隨便可以保持一套我們希望集齊101 還有,《像之教化你的KOL》 四月份池山寺秘書長阿危居士都做了我們第一集的嘉賓 接下來他們會陸續出場,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 但也希望你們支持我們博物館的同事 包括我和其他在博物館工作的同事 都會做你的KOL 在網上做你們的導賞 接下來應該期待五月一日就是第二輯你的KOL 其實KOL每個月都有一個主題 五月的主題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就是蟬藝無愛之美 繼承法師在2019年幫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特意再剪輯,加上這個字幕 都在4月18日和昨天都上了兩輯 最後那輯是5月2日,希望大家多留意 我特別推薦4月25日的廟筆新畫 因為繼承法師在池山寺畫畫 真是很療癒 另外今天我一會兒會介紹 但接下來我們有四輯佛教藝術造相 都會開放給Puppet 公眾可以上來瀏覽 都希望你們可以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你們認識的朋友仔、親戚 等他們可以在一個星期日的時間 去欣賞一下佛教藝術 和知道一些更加多的知識 更加要預告的就是時空行者 這個是未推出的,你們在我們的網站 都還未見到一個Poster 我想在這個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時空行者會由佛教整個歷史的行程 一直介紹下去 當然,2018年我們的造相活動的精華 亦都會墊緝上去,讓大家重溫 期間我們都會邀請不同的嘉賓 來做我們時空行者的講說 或者大家的對話 令到之前我們已經發出的剪接帶 可以更加深化一些 大家有機會去問一下我們的嘉賓 和發表一下你們對見的帶 或者影片的意見 我們首先推出的是博物館的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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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密切留意 大家要密切留意 我亦都特地在這裏做一個小優惠 給你們做一個大預告 我再說過一段時間 我再說過一段時間 接著 下一個就是 我需要大家幫幫忙 在這個活動之後 我們都想大家傳回一個問卷 這個連結 我們會發出來 以及有個QR Code 在活動之後 會留在畫面上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真的需要你們的意見 令到我們的活動更加盡善盡美 說了這麼多 也賣了這麼多廣告 我真的要介紹一下這次的嘉賓 今天我們很高興 請到郭冬傑 Felix Felix是香港蘇富比亞州區的董事 也是現在亞洲藝術銷售主管 他畢業在香港大學文學院 主修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 他的專長當然就是亞洲現代藝術 以及在2012年加入蘇富比任職 他都策劃了很多很出名的展銷會 我相信大家更加認識的 就是他曾經在2018年 與我們池山市合作的 明江向昇華致敬 一個燒勤的展銷會 展銷會 很感謝Felix 星期日放棄了自己休息的時間 來給我們一個講解和介紹 佛教與國際藝術的講解 其實分開了兩輯 今天是第一輯 下星期是第二輯 如何分開兩輯呢?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一個界線 今天是講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現代藝術 之後就講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藝術 跟佛教相連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講課 我都很期待 我現在就將這個時間交給Felix 感謝秦博士的開場 那麼屏幕面前的各位師兄 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愛好者們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與今天佛教與國際現代藝術的分享會 我是今天的主講者郭東傑 大家可以叫我東傑或者是Felix 我的本職是在國際拍賣公司 蘇富比擔任現代藝術的專家 至今工職已經九年了 跟慈善寺的緣分也結得非常地早 在2015年慈善寺剛剛落成不久 我就已經在偶然的機會底下 擔任這個島賞的工作 那麼從去年開始 也正式為慈善寺提供島賞員的培訓工作 那麼如果屏幕前的朋友 您是慈善寺的島賞員的話 應該不會對東傑感到陌生了 因為在1月份的時候 我們剛剛進行了 藝術島賞101的工作坊 此外我也在此歡迎來自世界各地 對於藝術以及佛教藝術感興趣的藝術朋友們 感謝你們接受我們的邀請 希望能夠為大家帶來一個愉快的早上 那麼今天的題目可以說是非常的特殊 因為我們談的是佛教與現代藝術的關係 但是我們不是談傳統意義上面的佛教造像跟繪畫 而是在談佛教對於國際現代藝術的影響 以及在國際現代藝術裡面所包含的佛教元素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話題呢 其實在全球範圍裡面呢 其實比較少做這樣子的專題研究 但是呢這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 那麼我也很高興能夠利用我在工作本質上面的專業能力呢 貢獻在我與慈山寺的志願工作裡面 那麼希望能夠通過今天的報告會 為大家帶來一些嶄新的觀點 那麼我們今天的題目呢 其實非常的大 我們談的是佛教與國際現代藝術 每一個概念都是非常的寬廣的 所以呢一不小心呢我們可能會跑題 所以呢在我們正式展開我們的內容之前呢 我們要花大概個五到十分鐘 去為今天我們討論的範圍做一個定義 那麼以示呢我們在學術上面的一個嚴謹性 我們先會探討什麼是現代藝術 我們談的國際又是什麼 那麼在國際現代藝術 我們知道我們在談什麼以後 我們再怎麼樣去分析佛教 怎麼樣在國際現代藝術裡面有一個出現 那麼我們先談現代藝術 那麼呢如果大家對於現代藝術有留意 特別是在香港的話呢 從年頭到年尾呢我們經常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現代藝術的活動 有博物館的展覽有畫廊有博覽會有拍賣會 商業的非商業的非常的多 大家仿佛呢現代藝術無處不在 但是呢如果真要問大家什麼叫做現代藝術 可能大家又會一時雨猜 不知道怎麼樣把它這個定義說得清楚 那麼其實現代藝術啊在學術跟專業領域裡面呢 它是有一個嚴謹的定義的 現代藝術這個概念呢其實是相對於古典藝術很產生的 也就是說現代藝術是相對於古代的藝術 產生的一個概念 那麼古代的古典藝術 它的整個產生模式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可以大大可以想像 這個古代的藝術家 我們想像到最厲害最重要的古代大師 無論是東方也好西方也好 它們基本上的一個模式就是 它們是接受王室貴族或者是教會的支持 無論是哪一個宗教 基本上都是在這麼的一個權力的支持底下 獲得很好的資源然後去創作 所以我們看古代的藝術家 他們往往背後都有一個國王 都有一個貴族或者都有一個教會 在後面支持他們創作最重要的作品 幾乎擺脫不了這麼的一個產生模式 那麼說白了也就是說 這些藝術家背後有他們的這個權貴的老闆在裡面 所以呢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當然他們還是可以抒發自己的創意 但是他們的作品呢 到最後的整個模式是很有這種命題作文的一個形式 就是說這個背後的教會或者王室 就是要求這個藝術家創作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呢藝術家呢在這一個大的主題底下呢 再去發展他的創意 那麼這種古典藝術的產生模式到19世紀中葉 就是大概1860年左右開始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因為為什麼是1860年左右呢 如果我們說西方藝術 我們說到古典藝術的巔峰 完全是以法國作為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不容置疑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19世紀中葉 法國從法蘭西帝國 變成了法蘭西共和國 在法國大革命 那麼某種個國王 所以呢到19世紀中期的時候 突然這種古典藝術 古典藝術發展的最後最大的支持者消失了 他本身的這種發展的模式被迫終止 那麼所以古典藝術呢 遭受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與此同時呢 另外一派開始崛起了 這個就是印象派 印象派 我們經常說印象派 到底為什麼印象派會在19世紀中後期出現 當然本身藝術發展有它的規律 另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歷史的因素 這個歷史的因素就是因為 本來這個印象派是不受王室代見的 不是很受這個王室去接受的 但是呢 因為19世紀中葉的時候 印象派沒有了王室的阻撓 反而他們可以很自由地生長 印象派是他們的這個創作 他們是自由的 他們只畫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己喜歡的主題 他不需要為任何人服務 然後呢他們再通過自己的力量 不是通過權力 不是通過權力去發展 他可以自由地做展覽 做博覽會 然後去找收藏家 去收藏他們的作品 找人去買他們的作品 這個發展的規律 基本上這種發展的模式 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 都是這樣 我們現在講的最重要的全球藝術家 基本上都是這樣 畫自己喜歡的主題 用自己喜歡的方法去表演 然後出去展覽 如果有人賞臉 有人喜歡的 就給錢去收藏 擺脫了過去的那種名題作文的方式 這就是現代藝術崛詞的歷史背景 為什麼我要用這麼多時間去講這件事呢 因為這是現代藝術和古典藝術 在背景上最大的分別 產生模式最大的分別 在東方呢 其實那個背景很像 大致同是1860年 我們在講亞洲 最主要是日本和中國 同時都進入了一個改革的浪潮 中國就有羊毛運動 就是同志光水 大家看古裝戲的時候 《慈禧太后》出來的時候 就是羊毛運動的時候 中國開始派留學生去學習 西方的文明 在中間接觸到現代藝術 他們也開始了學習油畫 以及現代藝術的觀念 而且再加上古代的時候 皇帝的審美開始慢慢沒有佔那麼主導 如果我們在講清朝的時候 康熙、雍正、乾隆 基本上就是三個皇帝的審美 主宰了整個中國藝術的發展 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 開始有一種自由思想出現的時候 藝術的發展也開始了 藝術家更加多的自主性 日本在推動《明治維新》 日本在推動《明治維新》的時候 也是大量的派了留學生到西方去留學 甚至比中國在當時更徹底 那麼從1860年到1945年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 我們這一段就是說 狹義的這個現代藝術的最重要的一段時期 1860年到1945年大致上 從印象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那麼法國的巴黎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藝術首都 然後是義大利的米蘭 西班牙的巴塞羅那 奧地利的維也納 英國的倫敦 這些都是西方最重要的藝術中心 那麼在我們亞洲呢 中國的上海、唐洲、南京、北京 然後是台灣的台北、日本的東京 這些城市都是亞洲最重要的印端 然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城市崛起了 那個就是美國的紐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紐約在藝術界的地位 就不時而太過重要 有些被邊緣化 因為當時美國文化 對於歐洲 是一個完全複製的階段 完全是學習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因為美國是戰勝國最大的贏家 整個美國文化開始崛起 紐約就慢慢取代了巴黎 成為了世界藝術首都 由1945年到1949年 我們進入了現代藝術的第二個階段 變成我們一般在藝術界 叫做戰後藝術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藝術 大致上的覆蓋年期 就是美國和蘇聯冷戰的時候 1945年到1989年 我們講的時間短 講得比較清楚 大家後面 在接下來這兩個禮拜 就會知道我講什麼 我們現在講現代藝術 標題上的國際現代藝術是一個廣義 就是大致上從1860年到20世紀末期的100多年 下面我做的這三個 現代藝術、戰後藝術、當代藝術 是一個比較狹義、精準的定義 1860年到1945年的時候 這是現代藝術的階段 1945年到1989 就是美蘇冷戰的時候 這個叫戰後藝術 到1989年以後 到現在 基本上是當代藝術的時候 當然大家會反問 有沒有這麼精準 是不是1945年到1946年 就立刻變成戰後藝術 一定會有些涵淡水交解禮 但是我們如果從學理上去界定 現代藝術最重要的時期 大概是這樣分割 不會說過了1989年之後 戰後藝術全部都停止創作 但是大致上協助我們思考 用這個時間點就很清楚 我們今天這兩個星期說的 其實就是講現代藝術和戰後藝術 這兩個階段 當代藝術可能我們要擇日再講 今個禮拜 4月26日 講的是前面的階段 多一點 下個禮拜就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主 至於國際就比較好講 因為我們今天在池山寺這裡講的是佛教為線索 看它對於國際現代藝術的影響 所以我們是以佛教 以亞洲為根基 然後向歐美傳播的一個路線 也有助我們去理解國際現代藝術的發展 我們會從中國出發 到亞洲 然後再到歐洲和美洲 基本上這兩個禮拜都會這樣看 另外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佛教藝術本質上 我們從藝術發展 藝術研究上界定 它是屬於宗教藝術 宗教藝術的目的性很明確 就是弘法全教的目的 每一個宗教的宗教藝術都是這樣 當然佛教藝術也不例外 藝術是佛教一個宏法傳教的 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 現代藝術就不一樣 現代藝術本身是以藝術創作為目的 所以現代藝術家 他最重要的第一個目的就是 我要表現我的財情 我的創造力 但是在這個目的底下 原來佛教在過去一百幾十年裡面 是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這就是我們這兩個禮拜要探討的話題的目的 在一個百花齊放 人類藝術史上最洶湧澎湃的浪潮裡面 佛教如何作為一種靈感 從主題到技法到觀念 去影響國際現代藝術的創作 影響整個藝術史的發展 另一方面就是 當我們將佛教從傳統的宗教繪畫或造像以外 用另一個角度去觀察它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另外一個很重大的領域 一個很廣闊的南海 原來佛教藝術 哪怕不是用我們老海中最典型的繪畫造像形式 它依然對整個國際上的藝術文化發展 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是無孔不入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報告 一,我們會信時序 從古到今,從1860年左右 一直說到20世紀末年 按地域,從中國到亞洲到歐洲到美洲 探討在國際現代藝術裡面的佛教的存在 怎樣為之探討佛教怎樣存在在裡面 我想用一個相當有概括性而具體的原則 就是我們佛教徒在歸依三寶的時候 會說歸依佛、歸依法、歸依禎 我們正好可以借用這三個概念去探討 國際現代藝術裡面佛教元素的存在 佛就是具體的形象 例如畫面裡面出現佛像、菩薩、寺廟等等 很容易看得到的元素 就是佛 佛就是佛教裡面抽象的思辨和觀念 佛教的思考方法、世界觀、宇宙觀 如何影響一個藝術家的創造 第三,爭就是畫爭或佛教徒藝術家 就是說如果藝術家本身兼具爭女或佛教徒的身份的話 我們會發現往往這種身份的重疊 也會在藝術創作和思考上出現 這是非常有趣的討論 好,我們的定義講到這樣應該比較清楚 我們的課程目的再講得清楚一點 除了這個課程應該是非常有趣之外 它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換個角度去認識佛教的影響力 另外,當我們講到佛教藝術的時候 往往會覺得一定是傳統的 現代的東西好像不一定有關係 其實不是的,通過這次連續兩個禮拜的課程 大家會發現佛教對於國際現代藝術 經過這120多年已經進入了一個無孔不入的地方 如果大家以後再去看現代藝術的時候 不妨用佛教的角度作為一個切入點 現代藝術就會發現不傳言一定是西方主導 在佛教的元素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那麼也都會打破我們的群同與印度的這個別類 我們佛教說不落兩邊 如果我們經常用二分法去思考的話 往往會有一些思考的誤區 有一些看不到的一個面貌 那麼通過這個打破壁壘的這種想法 我們能夠看到佛教的這種長新的一個魅力 而且我們過去講現代藝術 往往都覺得這個一定要是從西方出發 西方的角度去看整個世界的現代藝術的發展 但是通過這個課程我們希望反過來 從東方的文化角度出發 去看全球的現代藝術的發展 這樣對於我們理解全球的現代藝術法 我們通過佛教作為一個鎖匙 通過一個線索 我們可以看通到全球的現代藝術 那麼如果大家是鏡頭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們是道想員的話 你們可以一路隨著我們的內容推進 可以問一問自己 東傑說到這段資料的時候 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對我做道想員有什麼幫助? 歡迎大家隨時發問 另外就是說 現代藝術 對佛教 無論是中國、日本、歐洲、西方 都能夠對佛教的概念有這麼多創造性的演繹 作為一個道想員 我們面對來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年齡層次 都不同的來賓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 在建基於紮實的知識基礎的情況下 再做一些創造性的演繹 能夠將我們的解說更直觀地深入人心 打動每一個來賓 令到他們進入我們的博物館的時候 能夠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佛教的智慧和魅力 令到他們不只是覺得 哇! 是有很多琳琅滿目的藝術品 但是出去了之後 如日寶山空手而回 而是令到他們可以在裡面 拿到一些智慧反應 對於他們的生活 有更加深刻的看法 或者是幫助 暫時OK嗎?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今天的內容了 那麼我剛才提到我們會從中國出發 那麼剛才我們也提到 中國呢開始正式開始學習西方的油畫 西方的現代藝術呢 是從19世紀中期 但是我們在19世紀中期以前 中國人還在畫水墨畫的時候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批現代藝術的精神領袖 這些藝術家呢 他們非常的重要 那他們產生的年代 甚至是說比西方還要早200年 那麼我們這些中國現代藝術的精神領袖是誰呢? 是明代末期清代初期的四位聖人 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 我們有四位精神領袖 被認為是中國現代主義的先驅 雖然他們畫的是水墨畫 但是呢 他們的理論和作品已經體現到非常強的一個現代精神 那麼他們就是中國畫壇上面的四爭 分別是石套、八大山人、昆塵和宏仁 這四位僧人他們的時代背景就是明末清初 即是崇禎皇帝到順治皇帝 明末最後一位皇帝到清初入關 最初一位皇帝 大概是崇禎皇帝到清朝的順治皇帝 之間的這段時間出現的四位僧人 他們的時代背景就和我剛才說的十九世紀的法國非常相似 第一,皇朝的崩潰 原本這四位是明朝的子民 但是因為皇朝崩潰了而他們不肯投降清朝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有著一種皇室覆滅 然後整個神州大地洗牌重來的歷史大變局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包括最重要的兩位就是石頭和八大山人 尤其是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畫畫的先驅人物 當他們在法國、日本各地回來之後 他們發現我學了這麼多國外現代藝術的繪畫 從觀念到技巧 我回到中國,我看回我們中國歷史 先發現原來我們中國有相似想法和創造力的藝術大師 在明朝末年已經有了 比西方還早二百多年甚至二百五十年左右 尤其是石頭和八大山人 因為他們的理論和作品非常有啟發性 所以被我們的現代大師追尊為中國現代藝術的精神領袖 石頭和八大山人本身都是明朝的貴族 我們看到他們都是姓朱 朱名皇室的後人 在明朝覆滅後,他們當然不肯投降清朝 為此削髮為憎 同時通過藝術創作去抒發他們內心的憤悶和激情 其中石頭是理論流傳於後世最為完整的一位大師 他創作了一本《話語錄》十八章的理論 很完整地記錄了他的藝術理論 而在1995年中國現代大師吳冠宗先生 非常激節讚賞石頭的《話語錄》 並且通過現代的白話 將他翻譯成為《我讀石頭話語錄》 下星期我們會談到這段吳冠宗先生的貢獻 在石頭的《話語錄》中 我們可以看到石頭的藝術精神和藝術理論 深受佛教的哲學思想影響 我們可以從石頭的《話語錄》深受佛哲文影響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內容 《話語錄》第一章在藝術史上非常著名 因為他有一個概念叫做《一話之法》 為什麼《一話之法》重要呢? 我們來談一談中國傳統的繪畫 跟我們中國傳統的文明一樣 非常著重傳承 我們中國文化著重傳承 中國繪畫非常著重林母 就像我們讀中文一樣 要背 四書五經都背了 最重要的是這個基本功 背重和林母本身不是問題 但是去到明清兩朝的時候 就有些過分把林母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只要你把秦漢唐宋元明清重要的大師的畫 你淋過,你淋得閒熟,淋得像 你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畫家 個人的創造力在平核標準上擺得很低 換句話說,明清的繪畫 去到後面就壓抑了藝術家的創造力 只要懂得林紅就可以了 石濤在明朝末年的時候提出這個觀念 一畫之法,乃自我立 其實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 也就是說我畫畫,我要做一個好的畫家 我不需要對於古往今來的東西 臨無到好閒熟 我不是要複製他們 我是要將我自己通過我的繪畫表現出來 這是一個徹底反轉過來的概念 用現代人的觀點看 畫畫不是應該就是這樣 沒錯,我就是要你們有這個想法 我們現在這個想法 我們華人世界如果對藝術有這個想法 原來400年前已經有一個畫爭開始提出 也就是說他給我們的想法提早了400年 就已經有這樣的觀念,是不是很厲害 這就是石濤的突破性之處 他將整個中國繪畫的思想 重新顛覆了,重新再來 他這個一畫之法 我們看第二段 立一畫之法者 尊受章 什麼叫遵受? 尊重感受 尊重自己的感受 跨畫要尊重的是自己內心真實的情感 他說什麼? 受與實 先受,而後實也 是,然後受,非受也 什麼叫受? 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亦浮而是 受與實的觀念是來自佛教的思想體系 受,perception,觀感,觀受 你要先有感受,然後才可以產生內心的觀念 而不是反過來,先有觀念後有感受 他後面那句說話就是針對當時中國繪畫的末流 一個僵化的現狀 為何會先有觀念? 因為你要背 背了古人的畫,你就會畫畫 那怎麼辦?先做吧 這就是當時的一個困局 石濤當時通過佛教的思考觀念 對於藝術的理論有一個革新的創造 最後他留下了四句名言 彷彿像佛教的解語一樣 但這是藝術的理論 摩奧是一種必定正常 避風下絕出生火 尺腹上換出毛骨 混沌裡放出光明 用現代的白話說的是什麼? 我在我的墨水裡見到我的精神 我的畫筆畫出的是我的生活的真情實感 我的畫面,尺幅 我的畫面能夠脫胎換骨 由毛到骨都可以換下去 在混沌裡放出光明 為什麼是混沌? 因為當時對於他來講 這是一個國破加盲的時間 所以他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透過他的創作 要釋放出光明 一個畫家 對於他的創作 是有非常崇高的奇遙 所以石頭的理論 因為一直流傳到十九二十世紀 當我們的現代先驅 出國留學回來之後 他覺得西方的文化 現代文明很強烈 但是回來後 發現原來我們的祖宗 都有著這麼前衛 這麼現代性的思考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學油畫 忽然間發覺自己有了底氣 有根底 可以出去和西方人困 這就是我們中國現代藝術的理論和精神基礎 石頭說了很多 因為他的理論非常豐富 另外一位是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不是八個人 是一個人 他叫朱達 朱達也是明代宗室的後人 也是因為明代滅亡以後 他就消化維生 因為他對於這個自己家國的這個喪失非常的悲痛 所以八大山人牽起來呢 就牽起來又像哭之又像笑之 那麼他的理論上面沒有石頭傳世那麼多 但是他的畫面是非常的有原創性 也就是說他的創作沒有像古代繪畫的很多藝術家一樣 採用不斷的重複古代大師的圖示 他的創作非常的原創 有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非常自由奔放 這種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風格 也對於我們的200年以後的藝術家 開始畫油畫了中國現代藝術家 帶來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啟發性在裡面 那麼這個四生呢 可以說在明末清初這幾十年裡面 鎮放了一道現代的光芒 所以我們現在有時候看到一些標題 網上的標題說 中國現代藝術比西方兩千兩百年 中國現代藝術比西方兩千兩百年 這個標題怎麼來呢 其實就拿起四張的觀念 很多人會用石頭和八大山人的理論 或者匯話去對比西方的採賞 拿八大跟石頭對比賽上或者反高的理論跟創作 兩者會發現非常大的相似性 而這種相似性並不是偶然的 因為他們的時代背景很像 然後他們的思想背景成長背景也很像 所以他們在想法上面有了相對來說 吻合的一個前衛性在裡面 那麼呢 但是這個四張在中國明末清初之間的綻放的光芒 其實有一點昙花一現 因為我們知道呢 四張之後我們又迅速進入了康熙帝國 雍正王朝和乾隆大帝的時代 那麼基本上呢 這個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藝術的巔峰 那麼跟著那兩百年 中國美術的主體審美基本上圍著這三個皇帝專頁 所以換句話說用大家聽得明白的方法 為什麼現在中國古典最值錢是康熙、雍正、乾隆 因為他們三個出錢叫師傅做工 他有最大的預算 他的審美有整個故宮的工匠去幫他完成 有最頂尖的藝術家去實踐他的審美 所以接下來的兩百年基本上是古典藝術的巔峰 也是帝王審美的巔峰 一路由康熙、雍正、乾隆 大家都知道後來清皇朝就慢慢衰落 經過了嘉慶、道光 然後去到1860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19世紀中葉 我們中國重新打開了門戶 對外開放、學習 學習全世界 尤其是以西方為主的知識 在這個浪潮裡面我們應該怎樣分析呢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860年的時候華工朝和藥務運動 最主要是學西方 第二個階段就是學日本 隔五戰爭之後 就是馬關條約和白日衛生 我們開始向西方學習 向日本學習 第三個階段已經進入了中華民國的時期 就是五四運動 和勤工劍學 主要是學法國 基本上在這三個階段中 中國就開始有系統向西方學習 我們說1860年的時候 華工朝和洋務運動是兩個概念 洋務運動是朝廷派留學生向西方學習 華工朝是沿海地區民間的行為 淘金業 或者廣東人很知道 賣豬仔 有很多華人去了美國 舊金山去掘金 在這兩個浪潮裡面 大量的人口去了美國 很自然 也會有人從事藝術的研究工作 儘管我們知道洋務運動 最主要是學科技為主 學船肩拍你 但是一定有人學藝術 我們第一個進入我們今天的中國有華家 就叫做朱雲吉 廣東人 朱元祠是我們今天第一個 進入我們視線的一個中國有華家 他父親就是第一代到美國 舊金山討生活的一個華人 後來獲得美國的身份以後 就把兒子接了過去 所以他年紀非常輕啊 15歲就去了舊金山 然後呢 在美國他學習了西方的藝術 學油畫 那麼當時因為巴黎是當之無愧的 西方藝術的老大哥 所以呢他1927年的時候 他去了法國發展 所以也被視為巴黎化派的一員 那麼1930年他回到紐約厲害了 1932年 1931年 紐約的現代藝術館 MOMA開幕 開幕的第一個展覽裡面 朱元祠的巨作《工業之輪》 在紐約參展 也就成為了中國藝術家第一張 在紐約MOMA展出的作品 而這張作品呢也是 迄今為止啊 在以我個人經歷過 我的自己的統計 二次大戰以前 中國油畫能夠流傳至今 最大漲的一張 這張《工業之輪》在紐約 是朱元祠的1932年 在紐約現代美術館 開幕首展展出的油畫 亦都是二次大戰之前 中國人畫的油畫 流傳至今 最大幅的一幅 這張作品呢 這是當年邀請他展覽的邀請客 和展覽的陶陸 這就是當年的展況 每一個畫家畫的尺寸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這樣的大小 兩米一二乘以一米四左右 這張作品呢 我就非常之榮幸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 這張作品呢 是在我們蘇富比哥裡拍完的 我自己仔細研究過這張作品 並且也成為了我自己部門 在香港第一張破億成交的作品 留下了藝術家的非常量力紀錄 那麼朱元祠 我們為什麼要談到他呢 我們可以看他所創作的作品 首先出現了佛教的形象 非常的含蓄 非常的隐晦 我們看到啊 這張1927年就是說 他20歲出頭的時候畫的一張自畫像 我們可以看得到 當時他怎麼樣去呈現自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華人藝術家 穿著西方的獵裝 但是他背後出現了一個場景 如果我們是廣東人的話呢 應該是非常熟悉的 這個是廣東人的神台 廣東人的神台 塞塞過 OK 爺爺媽媽的一定有 那麼一般在這個神台上面呢 應該是有一尊觀音像 或者是觀地像 那麼我們可以視這張作品為佛教藝術 佛教的形象 最早在中國現代油畫裡面 出現的一個身影 非常的隐晦 但是他出現了 那麼我們看第二張作品 我們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是巴黎庞碧度中心收藏的 朱元子创作的Pian Mill肖像 我们刚才提到朱元子 他去了法国去发展 那么在法国呢 这个Pian Mill是他的一位朋友 那么按现在为数不多的资料呢 这个Pian Mill应该是对朱元子 非常友善的一位法国人 应该是对于亚洲文明相当的熟悉 而且呢是对于佛教艺术 存有好感和一定认识的人 所以呢朱元子在创作的时候 把这个佛像放在背景上面处理 以凸显肖像的主人翁的 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的特征 呈现在里面 那么所以呢我们从两张作品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佛教最早出现在现代艺术里面 往往是带有民族符号意识的 也就是说大家一开始把它当成 一个东方文明的一个logo 一个作品如果出现佛教文 佛教的佛像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跟东方文化 或者跟东方人有关系 就不是一个纯然西方的一个创作 最早的出现 它是带有符号意义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张 一个西方作品的对比 这张是极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 引用吉梅他的一个肖像 这个吉梅先生是谁呢 吉梅先生是谁呢 他是一个企业家来的 法国的企业家赚到钱之后 因为他非常喜爱东方文化 所以他用了不生的财力和精力 去创建了巴黎的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 主要以收藏整个亚洲的佛像为主 那么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最重要的一张创办人的肖像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地 吉梅先生的形象的呈现就是 他手握他自己收藏的佛像 然后在背后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佛像的真品 如果我们仔细看左上方很有可能是四大天王 或者是韦陀或者是关公的一个造像 同样是透过一个场景寄入佛像 去突显肖像的主人公的一个个性 那么如果我们对比朱元子的创作 跟这一张吉梅先生的肖像 我们会发现呢 吉梅的肖像呢比较写实 朱元子的肖像呢 比较有创造性在里面 人物有一点点变形 色彩非常的绚丽 肯定不是现实当中的颜色 对吧 就是比较奔放 比较主观的色调在里面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从美国系统的先锋人物里面 我们看到佛教的形象最早在西方出现的形象 而它的作用是比较表面的 作为一个民族性符号性的出现 代表着东方文化的创作 在现代艺术里面的曝光 那么第二条线 我们讲的日本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日本和中国 我们都知道都是东方国家 在佛教的背景上面都是相当深厚 所以当我们在1890年代开始 马关条约百日为生之后 我们开始正视日本 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的时候 我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第一位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游画家 他的名字叫做李淑彤 李淑彤先生 他最早是天津出世的 有钱赢家出身 1905年的时候 就去了东京美术学校 也就是东京艺术大学的留学 他的老师是日本的现代艺术师 他在黑田称飞 黑田称飞一会儿我们还会出现 东京艺术大学是什么观念呢 如果大家喜欢当代艺术 应该知道川上龙 这个很出名的 Takashi Murakami 如果Takashi Murakami 看到李淑彤也叫他一声大师兄 大大大大大大师兄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学校出身 李淑彤先生学了现代艺术之后 他在佛教里面熟悉的人物 就叫做弘一法师 所以画增又出现了 李淑彤先生出家之前 是中国第一个派遣去日本留学的 现代艺术家 回到中国之后 他出家为争议后 对于中国佛教的现代贡献 非常之巨大 如何证明李淑彤有这个转换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套电影叫做一轮明月 大概十年前 中国的瀑传恩老师 飾演李淑彤先生 当然也是弘一法师 女主角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徐若娟小姐 这套电影挺好看的 大概一个多钟左右 值得一看的一个电影 李淑彤先生的确是画油画出身的 现代艺术大师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东京艺术大学收藏 有一幅李淑彤的自画像 为什么会有这幅画呢 因为李淑彤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东京艺术大学 要求每一个学生画一幅自画像 作为毕业的作品 并且妥为收藏 也多谢东京艺术大学 有这个行为 我们才能够看到李淑彤最早的艺术鋒 当然 李淑彤成为了弘一法师之后 油画画得少了很多 书法就写得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拍卖 经常会在书画专场里面 会看到弘一法师的墓 这可能是我们全世更多更常见的弘一法师 也就是李淑彤先生的艺术创作 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传奇的现代艺术家 同时兼具争女的身份 他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标志性地位 弘一法师之后 有非常多的中国艺术家都去了日本学习 现代艺术家 其中有很出名的我们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张善子两兄弟 不是读我妈字 读子字 张大千、张善子两兄弟 以及弘一法师有一位高徒 封子凯老师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两位艺术大师 张大千 大家说东建不适合 你不是讲现代艺术 张大千是一个例外 张大千虽然他是一个国画大师 但无论中国人研究中国人也好 西方人研究中国人也好 讲到中国现代艺术这个部分 张大千一定是一个名单的最上端 因为他手握的是中国的水墨丹青 但他的现代性非常强 特别是他1949年后去了美国 特别是他接触了北加索 法国的抽象艺术之后 他的潑墨潑彩基本上和西方的抽象艺术发展 是对口的 所以大家尤其西方人 研究张大千 会觉得他是一个传统走向抽象的 一个中国书画壇 上面是一个关键性的现代大师 为什么会提到他呢? 张大千真的出过家 不过比较短 没有李叔和吴武王一法师出家出得这么久 1916年 张大千因为他原本的妻子表姐早逝 太过心痛了 就去了出家 所以张大千是一个法名 张大千是他的法名 本名叫做张元 那么后来呢 他因为他的哥哥 善于化老虎的张善子 逼他还俗 所以他又变回了 他又还了俗 但是大千这个名字呢 就基本上就留下来了 成为他在议坛上面最著名的一个名字 另外张大千非常重要的 跟佛教有关系 在艺术上面的贡献 就是1940年 敦煌石窟 大家还在想着 怎么样去把他宝玉 研究起来的时候 张大千率先去了敦煌 两年零七个月 把古代历朝历代的敦煌壁画 拎摸了一遍 拎摸了276幅 并且为墨高窟重新编号 日后出版了大风堂拎摸敦煌壁画 张大千可以说是敦煌壁画研究者 最早的一位艺术家 所以他在1940年花了两年零七个月 在莫高窟里面 临摸了历朝历代 在敦煌一带创作的石窟壁画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艺术保养 而且令到我们对中国绘画有着改头换脸的影响 在70年代 当时应该在台湾 他出版了大风堂临摸的墓字 敦煌壁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文 我们可以看到张大千 他早期 1949年以前 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他的公笔画 1949年以后 他接触到西方之后 就毅然变法 就开始画抽象绘画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色彩非常丰富 这个色彩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敦煌壁画被发现之前 中国书画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水墨画 中国人不懂得用颜色 特别是西方观 中国人画画全部都是黑黑白白的 但是敦煌壁画的发现 令到我们对自己的文明艺术 有着改头换脸的理解 原来我们中国人都很懂得用颜色 早在唐朝、宋朝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色彩斑斓 丰富热烈的绘画 有整个敦煌 整个城市那么大 那么多的文化补负 我们在20世纪初年 重新发现 将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重新击活 为我们创造现代艺术 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感 和底气 信心翻了 西方人懂得画油画 我们中国都有敦煌壁画的色彩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更多 关于敦煌壁画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中国人发展现代艺术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旅日艺术家 就是封梓海 封梓海是宏一法师的徒弟 他们两位也是虔誠的佛教徒 宏一法师出家,封梓海是居士 封梓海在他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可以说是他1921年开始创作的《互生画集》 原本是为了为老师何仇 五十大仇 而开始创作《互生画集》 而一划十年就增定 前后增定了46年 哇,厉害了 46年做一个project 我们现在都不敢想象这种心力 中间还要你想想 经历了多少战争,多少均波 一直没有停过 这一套《互生画集》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艺术的贵宝 同时也是佛教艺术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标本 为什么说佛教艺术现代化呢? 因为《互生画集》顾名思义是为了发扬佛教 解杀《互生》的精神 他在他的内容上非常生虑化 《互生画集》他的画风其实是非常便宜尽人 因为他是用漫画的形式 形佛教的善行 他没有很多典型的佛陀菩萨等等的形象 他其实讲的都是生活上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在画面上见到的 《互救》 《不要铺蝶》 《去爱护生命》 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非常鲜浅的道理 但是他做到了佛教一些最重要的一些部分的教义 就是说要爱护生命 少杀戮,多护生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丰子凯既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一个画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虔称的佛教徒 把两者高度结合 而且这个篇幅非常丰富 而且因为非常容易的去理解一点不深 所以对于整个普及化来讲 中国佛教的这种思想的普及化 在20世纪的中国来讲带来了非常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在讲话 都是看回色柔画的现代画家 最重要的应该有两位 第一位就是丁衔蓉先生 广东人 最早都是在东京美术学校留学 但是被李淑彤辞了十多年 他的师父就是黑田清辉的弟子和田英座 然后回来中国后 先在上海执战的时候去了重庆 1949年后来香港住在金巴里道和旺角一带 当开一笔 我爸爸当警察 据问他首尖叉咀一带的时候 他见过丁衔蓉 即是六十年代的时候 好像是认识的 他在香港的艺术教育界有一个戴斗一样的地位 因为他在1957年应钱木先生的邀请 就在新亚书院开办了艺术学科 大家都知道新亚书院是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所以他可以说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开山祖师 丁衔蓉和李淑彤先生一样 他也有一幅自画像在东京艺术大学的美术馆收藏 深水清的朋友 大家看到刚才李淑彤先生的自画像 没有尺寸 因为我找不到 我有点怀疑 两幅画的尺寸应该是一样 应该是60x45cm 在油画中叫做12号的尺寸 因为如果交功课 每一个学生交的画幅 尺寸应该很接近 1925年的创作 亦是多谢东京艺术大学 令到我们看到丁宫早年的画风 因为丁衔蓉全世的画作 应该是国共战争结束之前的流传作品 非常非常少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作品都是他来到香港之后的创作 而全世最大赤幅的丁衔蓉的作品 就是这幅《佛像》 丁衔蓉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家 在创作规律上 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卖钱 所以有他的经济效益 所以现在的艺术家每一幅作品都应该是真而重之 但丁衔蓉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艺术教育者 不是一个商业画家 所以他着重艺术品的创作过程 丁衔蓉他对于艺术的创作过程的重视 就远高于他的结果 所以再加上他在香港 他的这个居住空间很小 所以他在创作完的作品 以后的处理呢 就并不是那么的爱惜 要么就随便就送人了 要么油画 因为这个画的媒材比较贵 所以呢 他可能画完就把它涂掉 然后就重新再画一张 那么这一张佛像的尺幅非常的巨大 一米八成一米二 对于艺术家来讲 当年的这个储存的 应该是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如果按他一般的规律 他其他的大画基本上就已经放弃掉了 但是为什么能够留下来呢 也按我的推论 这是我的推论 也应该是因为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关系 因为他在一些作品上 他会写着 弟子丁颜庸敬慧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那么我们都知道 佛教徒是不能够损毁佛像的 那么丁颜庸他自己画了一张佛像 他自己又是佛弟子 他更不可能自己亲手 把自己创作的一个佛像给毁掉 所以这张画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么的一个戒律 所以能流传到现在 也要感谢这条规律 所以这条戒律 所以呢 把丁公最大张的油画作品 这个佛像保存到现在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比我们慈善寺的管长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 这个是一个尖陀陀罗时期的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一个片岩的一个立像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佛像对比在一起的话 他们的身体语言基本上都一样的 是一个立像 并且呢他们的手印也非常的接近 然后我们再去仔细的去分析他们的这个细部 尖陀陀罗的雕像 颜色很深邃 很树木 很深沉 给我们安宁的感觉 丁公的色彩非常非常的热烈 因为他喜欢马蒂斯 他喜欢野兽派 这种野兽派 法国人和斑方的那种色彩 然后呢 尖陀罗的佛像 他的比例是很科学的 很自然主义 基本上符合科学的规律 丁公的佛像 他基本上是平面化处理 这个是他艺术语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两者都对于佛像的一文 包括一级 有很仔细的刻画 我们看到尖陀罗 这种一则的处理非常的细腻 也非常的科学 很立体 然后呢 我们看丁公 他对于一则的反其道而行 他用线来表现 这个一则的这个艺术感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艺术上面的处理 同中有益 益中有同 为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这种审美上面的 这种愉悦感 跟视觉的冲击力 那么另外一章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画完佛陀 他还画罗汉 我们知道罗汉 跟佛陀不一样 佛陀是理想主义的这种 这种创作 还用雷神之一的影像 和吉尼和革命 罗汉 他本质上 他是一个人 但是他因为他修行 他得到了阿罗汉的一个果位 所以呢 他在创作上面 有人间的气息 那如果我们去对比 十三四的这个明代的罗汉 尼索彩绘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两者都抓到了共通点 就是罗汉的一个人间气息 这个人间气息呢 非常重 我们看到他的眼神 非常的坚定 这个是他对于求法上面 的一种义无反物 的一种精神的一个体现 然后呢 明代的这个罗汉尼索呢 比较写实 对吧 比较立体 丁公呢 写一为之 几笔就把罗汉的身体给表现出来 那么 除了罗汉以外 丁公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一个题目 就是西游记 西游记 当然我们知道他有几个本质上面 一他跟佛教有关 第二 他是民间传奇跟小说 三他还是戏剧 那么因为这几重身份的一个组合起来呢 所以呢 在中国几百年以来呢 都非常的广受欢迎 那么丁公呢也画了很多 带有这种幽默色彩 带有野兽派色调跟鞋域之比 的丁掩庸的西游记的作品出来 那么西游记 我们知道是明代开始成为小说 但是明代之前 找到什么时候 开始有西游记的概念出现呢 如果我们看敦煌鱼林石窟的 普贤金殿的一个角落 我们会发现有玄奘取经的这个一个角落的一个呈现 而且我们会发现玄奘白马以外 还有一个侯像的一个随护 这个是到现今为止 出土文物里面 时代最早的关于西游记的记载 那么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玄奘取经的话 不需要去到敦煌石窟那么远 请到香港慈善寺 我们大雄宝殿的后屏就有这个现代高科技的复刻 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用红色框框圈起来了 在这个普贤金变 我们面向壁画的左方 中间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这个玄奘取经的部分 我们一做对比 我们会发现 西夏就是我们汉人王朝的北宋 的玄奘取经 跟我们二十世纪 丁眼庸丁公的西游记 两者都抓到 玄奘取经的重点 尽管他们的艺术手法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强烈的古今对比 形式很不一样 精神上面并无意志 这个就是现代艺术 最有意思的地方 它在精神核心的部分 它没有丢失它的艺术性 跟精神内容 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 甚至带来强大的这种颠覆性 表现艺术家的才情跟创造力 创造性 文云和印度的意思 最重要的精神部分 但是在核心和佛教有关的灵感上 至少我们今天带来的全球的艺术家作品 它们在核心的环节上 它们并无刁失或错误的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现 然后还要说的是 关良 关良和丁公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在艺术风貌上很接近 都是留学日本 回来后也在上海、重庆、广州有执教过 关良因为它是一个戏迷 和丁公一样喜欢看经剧 所以在《西游记》这个题目上 它都有很精彩的演绎 比如说 吴空与唐僧 大闹天公 这些都是佛教题材 但是我们要说到更加核心的部分 很有意思 因为在1930多年抗日战争前后 关良也像张大千一样 冒住生命危险 当时西北边境相当不太平 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教绩 去流浪、去写生 就是为了看中国古代的佛教遗迹 譬如这张1904年画的大竹石刻 应该是重庆四川一带 我自己没去过 所以对地理大概就是知道 是重庆四川一带的大竹石刻 的一张写生油画 但是如果只是写生油画的话 都不足以显示到他的深刻 跟着这一张才是正确的 这一张叫寇图 构图 我们看到这张构图看起来 有点耐人寻味 佛像、佛陶 跟鱼、跟肉放在一起 看着有些仗义金光 摸不着头脑的 鱼、肉和佛头摆在一起 是彼此矛盾的两组 事物放在一起 所以他并不是在画 寻常的西方所谓的 still life 禁物的作品 他其实是 他有他的思想的深度在里面 他有一个隐藏的讯息在里面 那为什么他会有那么有巧思的一个布置呢? 我们相信 因为冠良是学习西方现代语 他应该是受到1920年代的时候 西方的超现实主义 特别是超现实主义 在意大利的一个支流叫做 是显而生绘画 形而上绘画 Metaphysical Painting Metaphysical Painting 重点是 透过哲学性思维 建构匪夷所思 超现实的构图 其中一个大师就是 Georgio de Quirico 德奇利科 这个大师的标志性画面就是 他在超现实主义的构图 匪夷所思 好像发梦一样才会出现的构图里面 经常都会有一尊希腊雕像 在这一尊 在这一尊 特别标志性的作品 我选择出来的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阿里士多德 应该是阿里士多德 希腊的古典哲学家 建构了一个超现实的梦魂构图 同一时间 我们和关梁的对比 我们会发现 关梁应该是吸收了 当时西方的超现实主义 而特别是形異上绘画的灵感 而创作出这一幅 通过鱼和肉 我们尋常的煮饭材料 但是放了一个佛陀的头像 表面上是一个佛像 实际上似乎是佛陀用慈悲的眼光 看着食物对生命的怜悶 这就是将佛教的慈悲之心 通过一个现代主义的形式 非常巧妙地表现出 对于佛陀是一个非常奇巧的演绎 带有非常大的启发性 好,说到这里 我们稍微停一停 然后我们休息五分钟 然后再接下来的法国派 因为由法国派开始 所以我们就会由中国走向亚洲 再走向细放 我们看到更精彩的作品演绎 那到巴黎呢 第一个在巴黎揚名的亚洲人 王总人艺术家 一定是日本的藤田智智 你看他的姿势 他也是黑田清辉的学生 最早是日本的东京美术学校毕业 然而 藤田智智对于他老师黑田清辉的教育 非常之不满意 这个具有叛逆思想的日本青年 于是就亲自去了法国发展 而且差不多 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成就 都是在法国研究 在1920年代的时候 藤田智智破天荒以亚洲人的身份 打破西方人对于现代艺术的话语权 以他独具一格结合东西方绘画形式的 我失踪的裸女 以当时巴黎蒙柏拉斯地区最脊手可疑的 Kiki de Montparnasse为毛特尔一举成名 成为首个在巴黎最脊手可疑的艺术家 有点像我们早前韩国拿到奥斯卡 最佳电影的例子 当时可以说在艺术界是一名惊人 详情大家可以看到 近几年五年前拍的一部电影 小律康萍做的导演 小田赤阳做的藤田智智的男主角 叫做藤田智智乳白色的裸女 裸女我们今天就不看了 我们看看藤田智智1918年的时候 非常难得 我甚至乎有点意外 当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本来没有想着会写到藤田智智进去 直到有一天很无意之中 找一本很薄 我自己很少揭的藤田智智的画冊 竟然发现了藤田智智在1918年 画了一幅脸盆 用金箔和水墨和水彩画的一幅作品 我有点意外 藤田智智画了佛陀的画像 因为藤田在晚年的时候 他其实是归依了 信仰了天主教 但是早年 四十多年前 他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画了这张佛陀的照像 很明显是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很容易切 希望在巴黎找到自己的定位 并且将自己亚洲东方人的文化身份突显出来 我和景培老师在研究这张《涅槃》的时候 我们两个发烧友在这样讨论的时候 景培老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藤田在这张《涅槃》中 对佛陀的身体语言 做了一个突破性的改变 我们用池山寺的管床 这个释迦牟尼佛 涅槃像 留待的白石贴金 采取的一个梅床 我们看到 又挟而握 又邪而握 那么的一个身体语言 应该是释迦牟尼佛涅槃造型 无论是绘画也好 还是说造像也好 基本上是一个一直没有改变过的一个经典的造型 然而在藤田四字的作品里面 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 合办长的 那么一个身体语言 并且呢 是悬浮在空中 那么它的这个创意在哪里来的呢 那我简单说一下 藤田四字 它是一个非常善于摄取古往今来各种艺术的灵感 并且结合在它自己的个人采取底下的艺术家 在现代艺术的评论当中 这种叫做哲宗主义 善于博彩仲家 然后变成自己的语言 那么如果我们看回1910年代的巴黎画坛 厉害了 白俄罗斯裔的现代艺术大师 马克·夏加尔 他最善于将人物画成悬浮在空中 飘浮在天上的一种 带有梦幻色彩的画法 带着梦幻、带着童真 带着理想主义、带着梦想 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是一剂鸟乳的有效的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夏加尔的作品 和藤田四字的作品并观 下面那张1914年夏加尔的作品 对着一张1918年 藤田四字的作品 我们有理由相信 藤田四字是吸收了 夏加尔的灵感 结合他东方的佛教信仰 然后将佛陀的裂盘造型 有革命性的演绎 在革命的同时 我们会发现 藤田四字很巧妙地 将佛教的核心元素置入 刚才我们说的 池山寺管床的尿代 佛陀列盆像 是有贴金箔 贴金箔是传统佛教徒 而藤田四字很巧妙地 利用了他善于 运用日本寿野派传统的金箔绘画 金碧辉煌的画法 结合了以金箔共佛的艺术形式 完全符合他的创作规律 也同时符合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元素 当然我们 是不是因此可以认为 它是一张严谨意义上的宗教 它始终是一张现代艺术的创作 但是它对于 传统的佛教艺术的把握和研究 我们有理由相信是非常透切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折衷主义 不是说 一些浮浮泛泛 东裸少少少 西裸少少 混合一块就算 必须要对每一个文化 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才可以做到这个 同一时间 我们也有一个中国代表 在藤田自治之后不久 我们中国的绘画坛上的女中英杰前卫人物 方君碧女士 也大概是1910年代去到法国 而在1924年的时候 方君碧是巴黎画坛以女士的身份 中国人的身份 巴黎美术展览会一名惊人 这一张作品就是她的崔笛女 在1924年的巴黎艺术展览会 这一张是首幅华人女性参展的作品 而且是做了封面之作 在这一张作品里面 我们依然会看到一种东方与西方的灵感致唤和摄取 因为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看得多 我自然一看崔笛女 我就想到西方印象派大师 像是马内的一张吹笛子小童 同样的元素 西方人可以吹笛 我们中国人都有笛 场景的致援 完全是西方的绘画 用西方的梅材 说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而方君碧女士 到了晚年有一张作品 非常有意思 叫做《禅者初心》 在上海农美术馆收藏 这张作品 我们看到的 似乎是方女士 在禅院里面见到 一老一笑的曾人 在一个现实上观察 但是我们要仔细看一看 我们左下方有个注 我写了 左方老好心一雪 为女美日本 曹动中的争女 凌目俊雄 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 讲讲凌目俊雄这位曾人 我们看看这个 细节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带着 达文西密码一样的观察能力 去看看这幅游和细节 为何我要放大它呢? 大家留意一下 一老一笑的曾人 头顶有光环 这个我们后面再解释 头顶有光环 再加上双手合掌 让我同样地想象到西方最典型的宗教绘画 刚才我说过 中国人最早画油画的时候 往往会置入东方元素 去说明他在油画上的东方性 我不是要做西方人的模仿者 我是要借助西方人的油彩画布 去说我们东方人的画 令到我们看到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宗教绘画 画了几百年 我们都可以有我们的宗教绘画 画我们的宗教故事 刚才那张禅者初心 明显对于西方有些摄取 特别是合掌的这个姿势 非常令到我上起德国文艺复兴大师刁立 这一双手可能是古代欧洲最出名的一双手之一 如果我们用禅者初心年轻的那位僧侣合拾的那位 双手的造型 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是来自刁立的一种灵感的启迪 我们说回灵木俊龙 其实是佛教在二次大战前后 开始传播到欧美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位人物 我们看到灵木俊龙禅师 他自幼在佛子长大 50年代的时候 去到美国先去旧金山 然后再去加州的柏克来 Barkley成立了一个禅修中心 对于美国人 英语世界 或者非汉语 非亚洲世界里面理解佛学的精心部分 佛学的理论 佛学的观念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式人物 下个星期我们会讲 另一位也是姓灵木的 也叫灵木大传 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 佛教西行去到欧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这里大概带一带 至于说 为什么我刚才会说一说是灵木俊龙呢? 我的研究未看到有什么确实的根据 是说方君碧和灵木俊龙有交情 而这幅画面的脑增和灵木俊龙似不似呢? 我没有否定 但只是一说 我们要有一个严谨的考证精神 如果从我的角度看 这些一脑一笑的僧人 刚才记得我说过光环 为什么我会说有可能不一定是灵木俊龙 或者是说方君碧女士 他画灵木俊龙的时候 昇华了他的形象呢? 因为如果画一个 人间的一个僧侣 加一个光环 好像不是那么常见 但是在佛教他说有光环的 应该至少都罗汉 如果我们将池山寺的家涉专者立像 和这位老僧对比 咦?大家是不是发觉 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将右方那位年轻进肖的僧人 和我们池山寺收藏的 阿难尊者的立像 放在一起 最强CP出现了 原来很有可能是阿难和加涉专者 通过油画的表现出现 但是有趣之处就是 明明都可以一笑 我们第一眼看这张画的时候 不会立即想到是阿难和加涉专者 反而真的会觉得 这两个应该是在寺庙里见到的 两位僧侣 语言工具的转换 为我们作为观众带来的 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那种远离我们的神性感 没有那么多 人间的气息多了 变得亲切了 这就是这张善者初心 它本身最特别的一个艺术魅力 令到我们对于 聖者、賢者 有果位的修行人 那个距离感没有那么强 好像在我们生活里面都会接触到 可亲切 可以接触 可以去学习 这样的一个观感 这个是这张作品 很特别的一个位置 至于大家 大家会发现 由美国派、日本派、法国派 不断地在表现他们的现代艺术的民族性的时候 为什么外国人 对着外国人 我们都会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文化符号 为什么不是孔子 为什么不是老子 不是庄子 为什么不是其他符号 当然第一 其实是有的 第二 就是佛教的比例其实是多 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象征之外 另一方面 西方人对于亚洲文化的形式 其实第一个观点 其实可能是佛教先 有没有证据 接下来我要讲西方的部分 我们非常兴奋 这个就是我和景培老师这两个星期 不断讨论 两个发烧友 又是晚上不断WhatsApp 传来传去 在说 高庚和樊高 这两位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 举足轻重的大师 他们最活跃的年份 应该是19世纪最后的20年 他们对于整个西方的现代艺术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巨大 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两位大师呢 因为原来 这两位大师 他们在共同的兴趣上面 竟然 除了画画之外 竟然是佛教 如果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报告 估都估不到 说实在 我原本第一稿做完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要去到最后整理的时候 才有这个斩新的发言 接下来我们会用很多很有趣的题目 来说明这个 1888年10月到63日的同居生活 成为艺术史上一个传奇 然而在这60日里 生活并不和谐 经常打架、动操 甚至乎产生血腥的行为 然而在为数不多 他们两个人 因为法哥的精神不是很稳定 大家知道 而在这60日里 稍微少数为数不多的和平相处时间 他们讨论的最多的话题 原来是佛学 他发现19世纪末年应该佛学在西方没有什么曾人传教的活动 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们慢慢解释 范高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日本控 非常之喜欢日本文化 他当时在艺术上吸收了很多日本浮世绘的绘画 成为艺术上的素养 亦因为这样 他通过日本文化 就接触到佛教 从艺术到精神上 在我们看到的这幅范高画给高庚的字画像上面 我们看到他剷了自己的头发 好像日本的曾人一样 帮自己剃法 因为他在写给高庚的信里面 他写说他是一个争女一样的人物 永恒佛陀的纯粹崇拜者 我特意留下了英文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 真是查得到 而这幅作品现在是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里面 收藏 另一方面 我们看看 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为了让大家更有画面感 这几幅作品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在这个环境里 范高和高庚住在一起 另一方面 高庚对范高 说实在当时范高对高庚相当仰慕 而高庚对范高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他和范高住在一起 纯粹觉得有免费的住宿 然后他赶紧想存钱去大溪地去写生 去画画 然而高庚对佛教的认识 也是出乎意料地 甚至更为深刻 高庚对佛教的精神追求 非常有认识 我们看到这幅自画像 就是范高和高庚住在一起的时候 高庚画的 大家看到右后方有一个男人的肖像 这是另一个画家 叫Emile Bernard 贝尔南 在梵高 后来我们都知道梵高是英年早逝 在他过了身后 梵高在Bernard这封信中写了 to die at this time is a great happiness for him for it puts an end to his suffering and if he returns in another life he will harvest the fruits of his fine conduc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Buddha 也就是说 他在梵高过了身后 都有怀念 他早早结束了他的生命 未上不是一件值得恩习的事情 因为这样 在他下一次轮回转世的时候 他能收获他这一世所做的 根据佛陀的规律 很特别 我们没有想过 高庚在悼念梵高的时候 竟然会用佛教的思想来悼念 同样我留下英文原文给大家 大家可以查得到 而在高庚他的艺术绘画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加受到很强的佛教艺术的影响 比如说这一张1890年 创作的油画 叫做Nirvana 涅槃 在这一张作品里 他其实是在画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 其实是挺有钱的 然后赚到钱之后 就丢低盘生意 就跟高庚学画 高庚为这个学生画了一幅肖像 在这幅画作的主题上 他就提到用涅槃来昇华 他这个学生朋友的一个形象 并且按艺术研究者的一些分析所得 高庚开始在这幅画作里加入佛教的手印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池山子收藏的一个禅定佛堪像 开始看到凡高有意识将手印加进去 他的人物会画 我们开始看到高庚 开始把这个佛教的手印加入 像不像这张可能 大家会从严谨的角度来讲 不一定是那么的像 但是我们到后面 从这个开始 我们会看到这一件非常的惊人 巴黎奥塞博物馆收藏的 他的法语名字叫珍珠偶像 没有点名是佛教艺术的主题 然而从造型的身体语言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高庚有意识的 把佛教的造像的身体造型 放到他的铜像里面 如果我们对比池山寺收藏的 释迦摩尼佛作像 我们会发现高庚的确是有把手印结合到这个雕塑里面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高庚的这个雕像里面的人物 左手结的是禅定印 右手结的是触地印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的跟我们池山寺收藏的宗教艺术的佛像 身体语言上一模一样 只是说他在人物的面貌上面更接近原生派的人物造型 那么这一尊雕像 我们本质上它还是一个现代艺术 但是它从佛教艺术里面吸取的灵感 可以说非常的明显 那么另外一张作品 这个是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里面收藏的佛像 而且这个佛像看到高庚吸取佛教艺术的灵感 应该是来自于印尼的南传佛教的这个艺术创作 如果我们对比池山寺收藏的这个佛头像 我们可以发现高庚的作品 我们看到这个版画 左上方签的PG Paul Gauguin 他名字的缩写 雕像的开脸跟东南亚印尼的佛像 可以说如出一彻 也就是说高庚对于佛教艺术的灵感跟梵高不一样 梵高是通过日本 高庚是通过印尼 那么为什么是印尼呢 因为在19世纪初期 婆罗浮屠被发现 通过英国的殖民者 他们重新发现了公元9世纪 婆罗浮屠 刚才我们深水清的观众 大家看看这一尊 池山寺收藏的 亦都是来自塞兰和王朝 亦都是婆罗浮屠时期的佛像 所以这个对比 高庚和池山寺的对比 可以说是非常严谨 而巧妙的对比 在婆罗浮屠有很多高浮雕 我找了两个星期才找到这张照片 为什么我要花两个星期找这张照片 因为跟着就很厉害了 高庚去了大溪地 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尽管他画的是大溪地的裸裂 但是如果我们把大溪地的裸裂身体语言 对比婆罗浮屠上的高浮雕 我们会发现原来 裸裂是大溪地的目的 但是身体语言 它原来是用了印尼婆罗浮屠的浮雕 没有证据显示高庚去过婆罗浮屠 但是当时已经开始有摄影技术 所以有证据显示 高庚在巴黎的曼国博蓝会 即现在的世博会 是收藏了当时作为很先进的现代摄影 记录下来的一些婆罗浮屠的照片 或者明信片或者资料 成为他艺术上的素养 这个可以说是用现代的说法 有图有真相 有土有真相 高庚在身体语言上 跟婆罗浮屠的高浮雕 可以说是完全是彼此无印 再找一个例子 这个大溪地的裸女 和伴长的这个姿势 跟我们慈善寺的观音菩萨立像 和伴长的姿势 跟照镜子一样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 高庚人生最大章的作品 这张叫做 我们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们要到哪里去 这张作品里面呢 产生的年份是高庚人生最后阶段 她的女儿早逝 她自己身受疾病的煎熬 在这种情况底下 再加上她本来就对佛教的精神追求呢 是非常的向往 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 从右边看到左边 一个小孩出生 到左手边 一个老人在那边面对着死亡 非常的懊恼 中间就是一个壮年人摘取果子 代表着人的生劳病死 这种有轮回思想的展现 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佛教思想 在高庚的至少是1890年到1900年 这十几年 可以说是有一种非常深入的渗透 也可以说是在西方现代艺术家 二战以前最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 那么在高庚以后还有一位现代艺术家 这位雷冬 这位雷冬 究竟精神性的追求非常向往 所以画了一张叫做 Le Buddha 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里收藏 另外一张 小幅一些的纸上作品 就是在巴黎奥塞博物馆里收藏 同样是 类似是 提示下释迦牟尼国务成佛的一个画面 2011年还做了一个游票 这一段 梵高到雷冬 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史 现代阶段 对于佛教艺术的摄取 最高的一个体验 至于你说古代艺术 我们会说 东方对于西方艺术有着很强大的向往 觉得西方人才懂得画壁画 懂得画油画 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 这一张是我亲自拍的一张照片 去年12月我去了米南出差的时候 我看了最后的晚餐 偷偷地拍的一张照片 完了之后我紧接着 我就去了纽约 接着我在大都汇博物馆 令到我非常震撼的是 我看到这张敦煌碑 我们看看他们的年份 其实是很接近的 这张《药师经变》 十五米乘七米半 原代的时候创作的 在山西 这张达文西最后的晚餐 西方艺术的《殿堂巅峰》之作 四米六成百米八 1495年到1498年创作 也就是晚大概不到100年左右 东方和西方 原来我们觉得西方文艺复兴最鼎盛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样有类似的 鬼虎神功一样的艺术具作 西方人懂画壁画 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懂 只不过是慢慢我们不记得了 东西方彼此的艺术高度 在中古时期 就是我们中国名称之前 中国的艺术造型非常高 不过我们因为慢慢丢失了 直到二十世纪 我们敦煌石忽的发挥 令到我们重新对于我们艺术的过去 有改头回面的认识 举多一个例子 达文西的同辈或者晚辈 有米高安哲罗 这个是米高安哲罗 为米帝奇家族 佛罗伦斯的一个大贵族家族 创作的一个雕像 我们看到托腮交脚的造型 按俄罗斯学者 Peter Barrenborn 和台湾学者王德玉都认为 本作有可能是受佛教的交脚思维菩萨影响 我们立刻就拿慈善子珍藏的两尊交脚思维菩萨 对比一下 有趣的是 米高安哲罗这张雕像 后来还隐伸了罗丹 在几百年之后的灵感 这尋诗者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 大家经常开玩笑 想办法想办法 彼此在西方的全程 是有成仙啟后的影响 而如果我们将交脚思维菩萨摆在中心 我会发现他们的灵感 可以说是如出一切 大家可能会说 文艺复兴时候 西方人知不知道有佛教 大家要记得 为何我们有佛像 是因为希腊帝国阿历山大 来到北印度的时候 将希腊的公像带过来 我们才会有佛教和希腊工艺结合 产生建讨和迷信 所以欧洲对佛教的认识 其实是非常早 流不流行是另一回事 知道就一定知道 情况就好像西方的基督教在唐朝的时候 已经来到我们东土大唐一样 流不流行又是另一回事 知道就一定知道 所以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西方欧洲对佛教的理解一定不止 而艺术家有没有 真的从交脚思维菩萨 那里获得灵感而创造出来 这一枝雕像呢 有得携 但是历史基础一定有 为什么我要说 忽然间会订开一笔 敦煌、石窟和西方艺术 因为我们接着要带来的 就是这位常书雄 文昭雄、常书雄、满洲人、杭州出生 早年也是跟过封子凯一起 在西湖画会里面有参与过 1927年去了法国留学 常书雄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他以单枪匹马 一个人在法国留学了几年 就收获了五枚奖牌 在法国美术沙楼 当时可以说是法国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拿到三金两银的夹击 常书雄那么优秀的一个油画家 他在巴黎本来应该是从油画现代艺术的道路去发展 结果让人很意外的是 他在巴黎因为看到法国人拍摄的敦煌石窟图路 大为震撼 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去研究敦煌艺术 并且在1943年 深水清的朋友会发现 1940年到1943年 是张大千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 紧接着张大千的离开 就常书雄接庄 接下庄就开始成立敦煌研究院 直到他人生晚年 1982年依然都是敦煌研究所所长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守护敦煌 今天我们可以去敦煌游蓝 学术界有敦煌学 我们能够将敦煌摆成为我们民族贵宝 常书雄先生功不可没 被日本人称之为敦煌守护神 我们看看常书雄早年的画像 非常西化 完全是一个顶尖的西方艺术技术学习者 这也是他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奖向的 G夫人超像 我们对比一下他应该是画她太太 G夫人超像从命题到人物的设定 都应该是学习美国古典绘画大使John Sargent的Madame X 麦当拿最近出了一首唱片叫Madame X 借这个名字来做创业 Madame X和Madame G G夫人超像和X夫人超像 可以说是互相呼应 另外一张就画她的女儿 常沙娜 这张照像是非常出名的中国游画 在法国 因为这张吉利亚洲博物馆藏的 我们刚才提过的博物馆藏 这张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 甚至乎是有一年 应该是2011年 法国塞鲁奇博物馆要做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的展览 都要跟吉利借这张画展览 我本人在庞彼道博物馆 2013年应该是都见过这张作品 那为什么要特意提这张画提得这么厉害 因为上沙娜老师 我们叫上沙娜先生 继承了常书雄先生的置业 小时候在法国出生 四五年到四八年 跟着父亲在敦煌林毛壁画 四八年去美国留学 五零年回到清华大学 跟着林徽音和梁思成先生 陛生和他的父亲一样 从事敦煌壁画和传统图案的研究 这两父女两代守护神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和现代艺术的一个传奇组合 这两位非常重要的大师 在2019年清华艺术博物馆做了 花开敦煌的父女展览 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通过 一千多年前的敦煌艺术 重新将它激活 变成现代化的设计、时尚、服装 令到我们古代的文明结晶重新活化 我们经常说古物建筑要活化 古代的文明也可以活化 成为我们设计的一部分 非常精彩 而在敦煌之友里 也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 叫做平山玉夫 平山玉夫可以说是敦煌艺术的日本好朋友 平山玉夫的生平非常特别 因为他是在广岛出生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核爆的事情 所以从小他就受到辐射的感染 他的生命有白血病 可能因为这种早年就有生命接受到威胁 所以他对于佛教的追求特别热烈 所以他对于敦煌来讲 也是敦煌佛教艺术的这个追求 通过敦煌去进入佛教的 艺术上面也好 精神上面也好 都是一辈子都非常的专注 非常的透彻 那么甚至是说 他在1994年的时候 捐赠两亿日币 成立一个敦煌石窟保育研究基金会 并且在1997年 成立自己的私人美术馆在广岛 里边除了他自己的创作 还有他收藏的佛教艺术文物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广岛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平山旭夫》的美术馆 我们在《平山旭夫》的画作里面 这幅挺大幅的 《佛教传来》 也可以看到敦煌壁画 泛呼、华丽、热烈、平面化的设计 的一种艺术的语言 也可以看到一种敦煌壁画 通过一个现代艺术家的画笔 重新出现的时候的一个面画 从尚书雄、张大千他们开始 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现代艺术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线 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学油画 是要学日本、是要学美国、是要学法国 但是从40年代 敦煌石窟被我们发现了之后 我们出现了另外一条很重要的道路 就是向内看 向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敦煌石窟 佛教贵宝去看 西方人适用颜色 我们也适用颜色 而且我们的年代可能更早 因为我们说的敦煌石窟的年代 西方还经历中古时期 文艺复兴都未开始 因为中国的油画艺术进入了一个语言民族化的另一个阶段 我们不一定要严谨跟着西方的透视法 或者是一个造型的比例 我们通过学习敦煌石窟也懂得用颜色 懂得画壁画 这种敦煌壁画风在40年代开始 直卷了中国大陆的画坛 我们从40年代开始一直说到80年代 让大家可以多看一些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影响 这张孙宗蔚的蒙壮女子歌舞 可以说是西北风潮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作品 而同一时间我们香港人非常熟悉的吴冠宗先生 在1961年也展开了西藏的彩蜂写生之旅 这张扎十轮报纸 现在在香港艺术馆收藏 为什么要提到吴冠宗1961年去西藏旅行呢? 因为我们要引出后面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 叫董希文 当年吴冠宗去西藏 就是因为董希文先生 董希文先生在中国画台 暂露头角的一幅作品叫做《哈萨特木羊女》 正正利用了敦煌壁画风 去创作斩新的中国绘画语言 既非西方亦非传统的中国绘画语言模式 而他的灵感就是来自我们失落的云名贵宝 敦煌石佛 这种平面化而色彩华丽丰富 但是又不似我们的名称绘画 亦不似西方绘画语言 带来了耳目一身的变化 而董希文在1948年暂露头角之后 短短四年之内 接受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委托 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这张油画 他就成为了这个创作者 这张开国大典其实有两个版本 这是第一个版本 后来改完又改 改完又改 因为种种的历史原因 第二个版本 就是近尚仪先生的版本 为什么要提到近尚仪呢? 因为近尚仪可以说是继承了常书雄先生 在他敦煌时期的一个绘画的成果 近尚仪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非常重要的一位 殿堂级的泰斗 如果我们要讲他的绘画和佛教艺术的关系 我们要回到这张常书雄 临无工作的开始 这个应该是一个生活场景里面的写实作品 两个工作人员 背后一个敦煌壁画 他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启示 就是前面我可以按西方的画法 按着科学的比例画人物 背后我可以直入中国的绘画 将敦煌壁画原汁原味的置入到一个油画 带来了一种古今东西方的一个非常自然而流畅的结合 近尚仪先生应该在这条路线上有一个更完整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近尚仪是1978年的《慧珠》 这张作品 植入了一张敦煌的美人菩萨 这是一吨黄石窟里面57窟 画得非常华丽漂亮的一尊菩萨 而我们看到近尚仪先临无一张 然后再将这一张画放在第二张油画里面 变成一个非常巧合的结合 而如果我们对比韦书和常书雄的作品 我们会发现常书雄自然而然地创作这个作品 在工作环境里面的写生 更上而是刻意经营 有意识地创作 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因为接下来更上而就开始了一条道路 这一张是他另外一张叫龟桥1979年 他试完将敦煌壁画摆在人物背后 将中国另一个云鸣桂宝代表着道教的壁画 山西永乐宫的壁画 大家认一认下方的莲花 和人物背景的莲花是一致的 然后再到1984年这张重要 近尚已的青年女歌手 1984年作《中央美术馆藏》 在2013年的时候 这张作品引起了一时的空洞 因为这个青年女歌手 日后成为了我们国家主席夫人彭丽桓女士 所以当时引起了一阵空洞 而这张画作也赢得了座江山一个美名 自己想想为什么 后面的这张画就是 北宋山水大使泛宽的雪影寒临堂 这个字不读景,读影 天津省国民馆堂 这张画中我们看到 由壁画变成中国的山水 然后再进一步 去到1999年的时候 更相宜 画了一张昆残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 说过四大 中国现代主义的精神领袖 四增之一 昆残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张更进一步 刚才人物和背景是有距离的 而这张出自于想象的作品 没有毛特尔在面前 或者是毛特尔 就不是昆残本人 当然 成为了画面和人物紧密结合 画中的主人公 直接坐在这张画里面 而这个灵感来源 就是昆残自己的作品 这种寻法 这种墨点 结合了西方印象派的那种典彩 令到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 昆残这个出自于 艺术家想象里面的历史人物 坐在一个结合了印象派 和昆残自己本身的艺术环境的山水里面 成为了既浪漫 又写实 既东方亦西方的一个结合 这个人物作品 可以说是近尚而老师 他在这个艺术创作上 通过敦王、尚书雄这一幕相成的路子 走到这里 而我们这里后面就是家料炮制 我们本来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左右 但是80年代 中间我们一跳跳了30年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大陆 由1950年代到80年代 基本上只有红色艺术 主要是画一些政治人物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艺术的创作环境 带来了一片自由的空气 很多艺术家通过自由的创作 自由的写生 带来了大量新鲜的素材 大家都知道80年代 成长的一批年轻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经历了很多压抑和创伤 产生了一种叫伤痕艺术 Scar 这种伤痕艺术 他们有伤痕便要疗愈 有疗愈便要有精神寄托 所以西藏 当时在整个中国大陆环境里面 是最有宗教意义的地方 成为他们纷纷去写生彩风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 一位年轻艺术家 憑着他的西藏组画 在画坛上一炮而弄 这个就是陈丹青老师 到现在仍然活跃的一位重要艺术家 这张西藏组画中 其中一张叫做朝圣 就是他通过描绘普通的西藏人 如何在朝圣生活中的马路旁边的景象 体现到一种精神的追求 另一位王怀庆老师 通过游灯 这种西方的光影法 去表现藏人 通过共灯 去表现他们对佛祖的前径之心 另一张与佛对话的人 一个人把头套在墙中 融融细数 如何去表现他和佛祖之间的精神性对话 然后艾迁老师 这个很厉害 如果我们讲西藏组画 一辈子此字不如去创作 就是艾迁老师 艾迁老师对于西藏人的精神状态 有非常深刻的描绘 这张圣衫 其实就是表现 当西藏人有朝圣的传统 很多时候他会去圣衫 比如说江人波车 江人波车 这个圣衫去朝圣的时候 他们看到圣衫那一刻 那种震撼 你看到两个人 两夫妻加他们的小朋友 看到圣衫那一刻震撼到 不懂得说话 那种恶言的态度 非常大有震撼力 这幅作品现在是中国著名导演 冯小刚先生收藏 这个伤痕艺术 亦可以看到一种精神性的追求 刚刚好 现在到12点了 不好意思 后半部分都说得快了 我们可以看到 总括而言 不好意思 漏了一张画 1997年的时候 西藏这个题材 已经成为中国拿出的一张名片 陈日飞先生 在参与威尼斯商联展的时候 就用这张神土作为自己的代表作 他曾经说过 这女士追紧天丁一块淨土 藏文一路叩头一路朝近 这种虔誠定会创造出奇迹来 可以看到一种精神性的追求 这一张作品也在历史文献中 留在威尼斯商务展的时候 中国本的一张 好了 后半部分说得快了一点 不好意思 前半部分说 口水多了 我们总括一下 佛教 我们会发觉 从最早在现代艺术的出现 作为一种民族化的象征和符号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成为了我们 进入到我们成为一个精神性的追求 伴随着佛教进入我们现代艺术的创作范围 越来越多 油画本身标签了西方艺术等号的一个工具 慢慢就开始变成一个全球性 我们也很接受中国人画油画没什么问题 没有那种抗拒感 而我们的艺术家现代先驱 因为有很多都是僧侣或佛教徒 所以佛教对于现代艺术的渗透各种各种影响 可以说潜移默化无孔不入 特别是当我们20世纪初年 敦煌石窟发现了之后 不单是作为一个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宝座 甚至乎对于现代艺术来说 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 特别是40年代以后 引领了我们更多现代艺术的精英 进入了西藏和西北的路上去发展 那么 另一方面 我们从西方去看 我们东方人就当佛教一开始是一个东方文明的符号 欧美对于佛教的追求 很明显一开始的开宗面 就是我对佛教的精神性追求非常感兴趣 以刚才的例子就是法高、高金、雷冬等 他们对佛教的精神意义层面非常被受吸引 而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是全人类都遭受一个战火的创伤之后 西方的现代文明忽然遭受一个重大的挫折 而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欧美对于禅宗 尤其是禅宗的哲学 以及和它密切相关的书法形式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渴求 这部份就会在我们下周讲到全球的战后抽象艺术 究竟跟佛教思想观念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的报告暂时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我们做这个研究 在这里我多谢景培老师过去这几个星期 一直跟我密切地交流 亦给了很多意见 特别是刚才提到婆罗浮图的石窟解读 他给了很多的宝贵和专业的意见 接下来就是Q&A的时间 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发问 好多谢郭冬杰先生 他刚才给了一个很详细 和真的很impassive 的讨论给我们 我们好像游历了世界 也游历了二次大战之前所有的时空 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人士给了很多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要多谢郭冬杰先生 因为他一直的赞赏都是很wonderful 很impassive 有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参加者他也问的 他提到很多艺术品都跟佛教有关 是因为这些艺术家本身之前有些艺术作品和佛教有关 因为这只是一个巧合 看看郭先生有什么回应 应该这样说 艺术家对于灵感的摄取是多方面的 佛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不是全部的因素 同样来说 我们在现代艺术里面 因为他本身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我们东方人不断的强大 在现代艺术的比例不断增加 所以我们会看到东方艺术对于全球文化艺术的发展 作为灵感的价值是不断被重视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开始 佛教在现代艺术的存在并不是特别多 因为当时我们未发现佛教那么强 但是随着这个发展 我们一直发挥 佛教开始摆脱它的传统外衣 我们发现它永恒一个灵感 所以我们会发现佛教在现代艺术的 重要性由一开始只是一个民族的符号 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比较边缘的灵感 到后面一直到20世纪末的时候 越来越重要 亦都从一种符号式的形象 变成了一个精神性 我发现佛教不只是一个东风文明的符号 而是它里面的很有啟发性 很有革命性 很有灵感 很有创意 能够帮助我们在艺术上有很多的突破 同时令到我们的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 可以不断地升华 所以我们会发现佛教艺术作为现代艺术 佛教整个内容的体系 作为现代艺术的灵感元素的重要性 是不断地增大 越到后期 越到现在越见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一段过程 一百多年的时候 看到佛教占现代艺术的比例 由表面到深刻 由小到大的一个发展过程 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设计中提出 是的,我见到有很多朋友有问问题 是的 秦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读读吗 好,好,好 有提到他就说 好像现在所有的现代艺术 都跟佛教有关 其实其他不是画画的 其他艺术会有什么相连呢 会不会有相似的情况出现呢 除了画画的情况 其他的艺术作品 有没有相关呢 有一定有的 当我们讲的艺术 大部分时候讲的 其实在传统意义上 就是绘画雕塑 应该这么说 绘画雕塑里面 又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绘画 由古往今来一直讲 我是搞艺术的 大家第一个问题 你懂得画画的 基本上 画画和艺术差不多 在画素等候 尽管我们在当代艺术领域 不断地扩张艺术的内容 绘画佔艺术的概念 比例越来越少 但是仍然是一个大部分 所以今天在有限的两个钟头里面 大部分的例子 都是绘画作品 小部分是雕塑 比如我特意加了美高安治路的雕塑 如果我们要扩充到其他领域 比如设计 建筑 甚至电影 说不完 两个钟头说不完 我们可以责日再做 比如说我要举一个例子 佛教对于电影的影响力 我举个例子 无间道 是警匪片 无间道三个字 就是引申志 整个无间道的创意本身就是来自佛教观念的灵感 只不过是导演将它结合进入警匪片的剧情 令到我们看到一个佛教观念 通过现代电影 甚至是现代的警匪片里面的一个演练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佛教的影响力 无孔不入的位置 随着我们的这个课程 推进可能我们日后 可能可以请到更多相关专业的人士 帮我们做这么多的讲解 好的 多谢 这个提议我们会好好考虑 我相信有一个都是我们的导赏员 他说如果在导赏的角度里面 老师认为如何引导参加者去欣赏佛教艺术 和东方艺术的精髓呢 这个很有趣的 我刚才在这个分享会 最早就是如果你是导赏员 你想一下你可以如何介绍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跟中国人说佛教内讯 比较容易的 就是我们差不多拿着背到落尾 大家大致上听到 如果我们说西方的参学人士 他本身就是对于亚洲文明比较陌生的 你跟他说唐宋元令清 他其实不太知道你说他什么 在解释的时候 譬如说你可以说高庚和梵高的那段故事 给他们听 他们忽然间就对佛教教有亲切感 原来我很熟悉的高庚和梵高 都对佛学素有研究 然后你开始 当你说到印尼佛像的时候 我们广场在印尼佛像的时候 你可以说高庚当年画大溪地的人物的时候 就是借用了印尼佛罗浮图的高浮雕的身体语言 而我们这一尊管床的佛头的一个雕塑 就是和佛罗浮图来自同一时期 大家忽然间都明白了 如果是一个西方的观众的话 这个就是我说 大家在建基于扎实的知识基础上 怎样可以创造性地去演绎你的导想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灵感 那当然这种演绎就变化无穷了 你的知识面越多 越扎实 我仍然是强调一点 你有创意 但是你事先要有事实根据 不要乱吹 那你的高度的结合 就会更加有创意更加精彩 好多谢Felix 介绍了给我们一个导想 也有一位参学者朋友 他在问 其实在博冬建 老师里面报告所有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有流洋的经历 就是去过外国的经历 那是不是要体验过东西文化的冲突的艺术家呢 才会在这些艺术品里面表现佛教的精神 或者去表现佛教对世界的影响力呢 那当然不止了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的发展的特征 其实就是一种横向的发展 什么叫横向呢 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是重向的 重看唐宋元宁清 信时序一代接住一代 代代相传的文明贵宝 这种叫做重向的发展 横向的发展就是现代艺术 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它对于传统的颠覆和叛逆 是多于继承的 它对于传统的挑战是很大的 就是叛逆的全程 我们叫做庸冠宗先生的说法 而另一方面它的特征 横向的交流非常广阔 无论你是一个中国艺术家 日本艺术家 法国艺术家也好 它们往往是对于本国以外的文化 有非常之强烈的好奇和深刻的研究 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日本的艺术家 他们很多人都有刘洋 反过来西方的艺术家 比如我们说范高、高金 甚至今天没有提到的北加索 他们虽然可能是法国人 荷兰人、丹麦人、西班牙人 但是他们对于外界的好奇同样的强烈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跨界创造 因为你唯有将不同文明、艺术、文化的基因 跨界结合 所以才会有这种最强的化学反应 所以今天我提到的很多艺术家 都是有这种流洋的经历 跨文化地位的经历 而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 因为我们讲现代艺术 就不是讲传统书画的现代化 因为在那里就更多对佛教题材的理解 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一个斩新的一个艺术史的面貌里面 我们一直没有遗疑过 现代艺术里面都有这么强的佛教 从佛法征三方面产生的一个影响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斩新的角度 佛教和佛教艺术 不单止是一个传统的面貌 剝去传统的外衣 它一样体现到它时代的面貌 甚至是一种前卫的美力 前卫的部分呢? 下一个星期更加精彩 讲大家一听到 就可能在头痛或摸不着头脑的抽象艺术里面 究竟如何更好地去发挥 佛教在最高深的精神层面 思想层面 对于全世界的影响 讲到南美洲的下一次可以讲到 很精彩的 所以大家下个星期 晚上早点睡 早点起床 再一起切磋一下 谢谢郭老师的答问 其实有很多问题 大部分我说的都是 很感谢郭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报告 其实时间都差不多 因为很多问题 例如会不会介绍到 艺术和僧侣寺庙的关联 其实所有的关联 都可以是一个open mind去思考的 我们很期待下一集 郭老师再来跟我们讲 二次世界界限之后的一个 现代文化和佛教的艺术关联 今天我们又历了半个世纪 也真是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讲座 希望下一次 下个星期 大家准时在这里见到你们 还有也记得 帮我们做一个 survey 好好支持我们 给我们一些意见 让我们的活动更加尽善尽美 再一次我们多谢郭老师 多谢Felix 好 多谢各位收看 多谢 多谢 再见 再见